她是大毒枭博豪的叔叔 当年博豪的恶名做到家喻户晓 也只能算图个热闹 真要说大毒枭还得是她叔叔 曾经 陈慧敏能成为14K的双花红棍 尖沙嘴的金巴利道 江湖人称陈慧敏街 这背后离不开她的关照 她就是大毒枭 肥仔坤 上世纪二十年代 肥仔坤出生于潮州 她原名叫吴振坤 自小就跟着父母偷渡来到香港 居住在九龙城寨 九龙城寨里那时候是个三不管地带 因此黑帮伶俐乌烟瘴气 在这种地方成长 很难出淤泥而不染 吴振坤亦是如此 她早早入了社会 加入了黑帮和安乐 也就是水房 在当年的江湖上流传着这么一句话 最老福一星 最大和安乐 这句话现在听着可能有点严过其实 但无可否认 在七十年代之前的和安乐 曾经也是呼风唤雨的大帮派 在当时 黑帮收入几乎都是来自灰黑色产业 比如收保护费 开赌档 开青楼 开鸦片馆等 这些肮脏的买卖 吴振坤加入水房 也是从这些做起 由于脑袋灵光 大佬对其十分赏识 是社团内叔父们的重点培养对象 四十年代 吴振坤见九龙城寨里 引君子众多 靠着在九龙城寨里 卖毒品赚得第一桶金 有了钱便有了事 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很快 吴振坤也成了水房的一方大佬 手下数百个马仔 听后差遣 吴振坤能年纪轻轻就成为大佬 自然有过人之处 除了为人精明之外 他还是个不安生的主 五十年代 吴振坤带着社团的人马 来到尖沙嘴发展 同时也真正意义上 开启了他叱咤风云的江湖之路 在尖沙嘴 他俨然成了一名大捞家 大捞家不同于黑帮分子 他指的是拥有许多赚钱的路子 又能将经营的各项生意 都做得很好的人 当然 许多大捞家都是有江湖背景的 像电影《五一探长雷洛神》里的 雷洛的老丈人白范鱼 就是一个有江湖背景的大捞家 又或者现实中 澳门许多赌厅 或多或少都有江湖势力 在台前负责 大捞家身居幕后操纵 吴正坤在尖沙嘴经营的多是正经生意 比如茶楼 餐厅 舞厅等等 像当年宏极一时的新乐司舞厅 乐宫戏院 皆是吴正坤的产业 但实际上 这些表面上红火的正经生意 实则都只能算是他做毒品生意的配套设施 许多都成了交易的地点 以及尹君子们稀释的胜地 吴正坤深知自己作为黑道中人 背地里做这些事迟早要见光 要想活得长久 在白道里必须得有自己人 因此他每到一个地方开启新项目 就给当地的探长送礼 每星期一小礼 每个月一大礼 逢年过节还另外算 探长们常年记着吴正坤的好处 他的厂子对于尹君子们来说 那是最安全的地方 由于这套模式走得通 盈利快 吴正坤扩张地盘十分迅速 尖沙嘴海防道至广东道一带 几乎都是他的势力范围 1958年 吕乐升级成了总华探长 吴正坤很快就攀上了吕乐 并在吕乐这棵大树之下 茁壮成长 在海防贷专门搞了个会所 供这些尹君子们来光顾 高峰期客流量 一天没有一万也有八千 这么大的客流量 做个小生意都够赚的了 更何况是这种暴力行业 想不发财都难 最为夸张的是 吴正坤的地盘成了 港英巡警的禁区 在吴正坤的地盘里吸食毒品 即便被巡警看到了 他们也会熟视无睹 这也侧面地反映了 当年港英的智力 是多么的黑暗 在电影《博豪》里的肥镖 还是《追龙》里的肥仔超 这里头的原型人物 实则就是肥仔坤 吴正坤 在电影中 肥仔坤的形象 完全被博豪的光辉所掩盖 事实上 博豪日后的声势浩大 就是图个热闹 真正要说大毒枭 还得看吴正坤 六十年代初 博豪吴熙豪偷渡到香港谋生 起初也只是一个 在街边卖豆花的豆花老 学人开自花当 直到后来接触到了毒品生意 才开始投靠吴正坤 吴正坤与吴熙豪不仅是老乡 算起来 吴熙豪还是吴正坤同宗族的子职 也因为有这层关系 吴正坤才扶持吴熙豪 不仅低价供货给他 还帮他在石霞尾搞了个小地盘起家 要说当时的吴熙豪是零售商 吴正坤就是拿着一手货源的总代理 当吴熙豪壮大后 吴正坤看他能力出众 还拉着他与挨仔翼创立三圣社 这名字够霸气吧 但三人联手的实力 确实也足以开宗立派 可惜吴熙豪有自己的野心 没多久就因利益与吴正坤闹不合 最终这个三圣社也烟消云散 也正是有了吴正坤 吴熙豪才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发迹 几年后 吴熙豪成立的一群社团才能叱咤一时 要说四大家族中还有一家马氏双雄 当年马氏双雄在吴正坤面前也只是小猫猫 在早年吴正坤让出了新乐司舞厅给了他们 才让他们有了新的发展空间 吴正坤不仅为人低调 但手下还很和善 常年都是笑脸相迎 一个吴正坤酒楼工作多年的老伙计曾说过 坤哥很大方 经常请吃宵夜 逢年过节都有红包 这位老伙计虽然在吴正坤酒楼里工作了许多年 却对吴正坤的毒品生意一无所知 可见吴正坤藏得有多深 1967年 14K双花红棍陈慧敏应聘成为吴正坤的保镖 由于吴正坤总是身居幕后低调形式 像陈慧敏这种黑白两道都混迹过的人 也是在当了他的保镖才知道吴正坤的能量这么大 而吴正坤带人和善这一点 为他日后惊险的一幕化险为宜 当时毒品行业在暴力的驱使下竞争日益激烈 像吴正坤这种资深玩家 俨然是这行业里许多人的眼中钉 毕竟利益摆在眼前 即便是再怎么霸面玲珑 也不可能不得罪人 一天夜里 吴正坤带着陈慧敏到一家潮州菜馆吃饭 突然门口冲进四名手持四十米大砍刀的蒙面刀客 直扑吴正坤 陈慧敏毕竟是学武之人 即使是在吃饭的时候 也是眼观四路耳听八方 听到后方一动 陈慧敏条件反射般地推开吴正坤 紧接着一个空手入白刃 夺下一名刀客手中的长刀 又一句回旋撩鹰腿 一下子制住两个 可另外两个的长刀 已经到达吴正坤的跟前 眼看吴正坤就要被开膛破肚 陈慧敏感恩平日里吴正坤待他不薄 咬了咬牙 奋不顾身扑了上去 两把长刀直接砍在他后背上 随后 陈慧敏转身施展出自己的看家绝活 谈家三斩拳与西洋拳结合的拳法 一举逼退这四个刀手 趁着刀手后退的空档 转身拉着吴正坤匆忙逃生 经此一战 吴正坤对陈慧敏推心致富 将自己在尖沙嘴的许多地盘 都让陈慧敏来打理 在几年后 尖沙嘴的金巴力道在江湖上更是有陈慧敏接的美誉 能有这美誉自然是离不开陈慧敏自身的能力 但照样也离不开吴正坤的关照 也因为吴正坤与陈慧敏的这层关系 甚至当时的陈慧敏还一度被江湖人认为是水房的人 也正是吴正坤如此之大的能量 还有人称之为九龙皇帝 在向华强接受采访时曾说过 自己的父亲向前被称为九龙皇帝 也因此许多人拿吴正坤与向前来做比较 但只能说他们是不同年代的九龙皇帝 毕竟向前早在1953年就被驱逐出境 两人发迹的时间也不同 关公占秦琼这种戏码是不切实际的 1968年 吕乐得知自己即将被调查的内幕消息 赶忙带着小姨子跑了 但这帮大毒霄们都认为 吕乐这是小题大作并没有离开 1969年 曾荣获香港之音唱歌比赛冠军的徐晓凤 来到望角一带助唱 他便是在这个时候红起来的 日后能成为一代歌后 离不开吴正坤这个背后的推手 毫不夸张地说 以吴正坤的势力 在当时他想捧红谁那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1974年 廉政公署成立后 将这帮不法分子纷纷绳之于法 不可一世的吴希豪与吴正坤皆被捕 当时普通人犯了重罪 最高只判25年 而吴希豪在这个行业玩得最疯 被判了30年 吴正坤因有病在身 被判了25年 不过入院没多久 吴正坤就病逝了 正是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做了一辈子坏事 哪能得到善终 吴正坤死得早 后面拍电影才找吴希豪取材 拍了广为人知的颇豪 不过也有一部电影 是以吴正坤的江湖路 为原型来改编的 那就是电影《廉政第一击》 李子雄饰演的陆大潮 在电影里只手遮天 那可是个连港都 都不放在眼里的江湖人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